今天要给大家叨叨的电影名字叫做临终意见 每个人这一生都必须要做的事肯定少不了理发 村里的理发师杰克是远近闻名的潮流理发师 从业十几年来无疑一次差评 可以说十里八乡的姑娘们只要是爱美的都会去她那里理发 今天这个黄发姑娘也是 姑娘来到这里希望杰克可以把她的一头长发烫成一头羊毛卷 杰克很快在姑娘的头发上拉拉扯扯左转右晃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查看姑娘的典型 寻找最适合姑娘的发型 听了姑娘的需求之后杰克准备开始动手了 可是他心里也在打鼓 因为自己好久没有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了 对于姑娘形容的发型他心里也不是很确定 很快他从自己的工具里拿出了剪刀和梳子 顺着姑娘的头发一刀一刀的剪了下去 毕竟自己曾经也是见过大事面的 虽然不知道什么叫羊毛卷 但剪出来的应该不会太差 没错杰克就是这么有信心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美女从理发店外的橱窗前走过 美女读着性感的嘴唇身材呈S型曲线 路过的时候还对杰克抛了个媚眼 瞬间就把杰克的魂都给勾走了 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杰克没有留意自己手中的剪刀等在回过头看姑娘的时候 姑娘的后脑勺已经被杰克给剔秃了 这下子杰克有点懵 不过毕竟做了这么多年的理发师 还是有点办法的 他偷偷从自己的胸上耗下了一把胸毛 准备给姑娘来一个新式接法 但是杰克发现自己的胸毛和顾客的头发颜色以及发质通通不一样 杰克本来想将胸毛拉直 可以不小心温度过高把胸毛给烫焦了 这时顾客隐隐约约感觉到了不对劲 胸毛上已经有火星冒了起来 杰克慌张的拿起吹风机想将火吹灭 却没想到吹风机一吹火竟然更大了 亲戚之下杰克只好拿起花洒用水灭火 最后顾客的头发被烧没了 而人坐在理发椅上面被吓得不轻 最后的最后杰克走到姑娘身边用理发的围巾把姑娘给盖了起来 推到了理发店里面的一个小黑屋里 这个小黑屋里面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理发店 因为这里面全部都是杰克这些年以来捡坏的顾客尸体 看来这位远近闻名的理发师也并不是一出手就是成功的 失败品全部都被他斩草除根给藏了起来 那么